大家好,我是鱼皮 前两天给大家分享了我做的编程词典网站 有幸上了热门,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那我果断履行承诺 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利用AI 只用了一天,自动做出了这个拥有900多篇文章的网站 在开始前先说一下 就是有同学反对呢 这个网站的分类不够多 文章太短,内容不够深,不如人写的质量高 这是一件好事啊 说明AI还取代不了人 不过必须要说的是 这个网站只是我的一个尝试 其实我让AI生成的时候 有意限制了文章的长度和数量 理论上我让它生成一万篇万字大长文 附带网上有的所有编程词汇 也是很简单的事 很多同学只关注了这个网站本身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疯狂地用AI生成这种质量不高的网站 做一千个会怎么样 那大家以后一搜索 会不会都是这种AI生成的网站呢 而且 如果我给每个网站都揭入广告 作为一名程序员 我决定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个套路 不鼓励大家这么去做 承担学习交流 那我觉得这期视频要的三连应该不过分吧 要完成这样一种网站 需要解决两大问题 网站怎么做 内容从哪来 首先别把它想得太复杂了 百科类网站最核心的需求 就是能够让用户在网站上分类阅读文章 其他的功能都是相对次要的 所以我们没必要自己从零开发网站 自己写界面 可以直接使用现场的文档网站生成器 那我这里选用的是Wheel Price 原因很简单 它简洁 易用 生态好 而且最关键的是 它会帮你把文章内容生成为静态页面 有利于SEO 那说人话就是大家会更容易搜到你的网站 我们只需要跟着官方文档的流程 先初始化一个Wheel Price的项目 然后创建Docs目录用于存放文章 再随便新建一篇文章 然后运行项目 就可以得到一个文档网站了 如果你要做的网站内容很多 并且还要对内容进行分类 那么你可以先根据分类名称 去创建多个目录 然后按照Wheel Price文档中约定的规则 分别配置Neobug项目导航栏 以及Setbug侧边导航栏 最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可以分类展示文章的文档网站 OK 开发网站的流程跑通了 那接下来你要做的 就是不断的丰富网站的内容 那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想做一个包含几百篇 上千篇文章的词典百科列网站 内容从哪来 是自己写吗 那这么多的文章不太现实吧 而且本来词典的内容就是比较固定的 好像也没必要 或者复制粘贴别人呢 那虽然说我的汤臭CV手速贼快 但复制着上千篇文章 好像也很麻烦吧 所以肯定要开发一个程序 来自动获取文章 并且自动生成目录和导航栏配置 才是最方便的 也是感谢AI的发展 我们不仅不用去网上找别人的文章 而且呢 还可以让它帮我们自动生成文章 那接下来就介绍一下 怎么用AI生成文章 第零步 你要先有一个OpenAI的开发者账号 才能利用AI的对话能力 还要有调用AI接口的代码 如果你不会写呢 可以从我的这个开源项目中发下来 第一步 根据你的主题 给AI模型添加系统预设 比如我想要编程领域的文章 就可以跟AI说 你是一个编程领域的专家 我需要你配合我完成编程相关文章的编写 第二步 用程序来跟AI对话 让它帮你生成领域下的热门分类 比如 请给我提供30个编程领域最热门的学习方向 然后呢 就可以用程序来读取它回答中的分类信息 而且可以给每个分类创建一个单独的目录 这里建议呢 先把分类信息保存到一个临时文件中 又于后续处理 第三步 依次利用AI给的每个分类生成词汇 比如 请你帮我自动生成和外部开发相关的30个专业词汇 然后呢 你就可以用程序读取到这些词汇了 这里还是建议先把这些词汇保存到一个临时文件中 又于后续处理 第四步 依次利用AI给每个词汇生成详细的文章内容 比如 请你写一篇不小于500字的文章 来把前端开发这个专业词汇解释清楚 然后它就给出了回答 你就可以用程序把它回答的内容写入到文档中 如此循环往复 理论上你可以生成任意数量的文章 最后 利用之前得到的分类文件 词汇文件 你就可以通过程序 自动化的生成WheelChrist的导航栏配置文件 等全部生成好之后 复制粘贴一把缩 你的网站就可以上线了 OK 整个流程就是这样 你学费了吗 不重要注意的是 以上的这些预设和指令 只是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小的示例 如果你想要得到更加准确的内容 就要给它更准确的指令要求 建议大家自己多尝试一下 摸索一下 还是很好玩的 我自己也在摸索其他的AI玩法 后面有机会的话 也会在我自己的编程圈子中 手把手 带大家做和ChatGBT和AI相关的项目 感谢您的观看 一个人 耗时一天 我做出了这份编程词典网站 这是一份计算机编程领域的专业术语大权 也是一本可以轻松查阅的编程知识大百科 网站覆盖30个计算机编程相关的垂直领域 比如Java Python 前端 Go C++ 游戏开发 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 区块链等等 总共有900多个专业名词和术语 比如什么是Java注解 什么是前端的响应式设计 怎么做前端性能优化 什么是C++的重载 什么是网络安全的DDoS攻击等等 那为什么我要做这样一个网站呢 一方面可以帮大家查阅知识 查漏股圈 另外也是因为我发现了 就现在网上的教程资源太丰富了 导致很多学计算机的同学呢 他只跟着网上的教程看 别的一点特外知识也不了解 可能等到面试的时候呢 才知道有某些知识点 所以也是希望这个网站 可以帮助学编程的朋友 接触和了解更多和计算机专业相关的知识 起到一个特朴的作用 打破信息减防 那这种网站怎么用呢 非常简单 你可以找到自己关注的领域 按顺序观看 也可以直接搜索关键词 跟查词点一样 快速找到知识点去学习 那也许大家会好奇啊 我一个人只用一天 我是怎么做出这个网站的 不要忘了 AI的时代已经来了 有没有可能 这个网站里所有的文章 都是AI生成的 有没有可能 这个网站里所有的分类 也是AI生成的 有没有可能 这个网站的原代码 也是AI生成的 有没有可能 这个视频的文案 也是AI生成的 这个不可能 这个不可能 这个文案当然是我自己写的 最后也非常欢迎大家来体验这个网站 如果你觉得这个网站有用 或者对这个网站的制作过程感兴趣 欢迎动动小手给EP一个三连 大家需要的话 我之后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制作过程 其实也不难 谢谢大家